翻转高雄传统工业的沉重暴富 体感科技导入新奇迹 高雄市政府连续两年投入资源 推动体感科技产业发展 开办补助计划 今年一共吸引超过60件的国内外厂商提案 公布核定通过的名单有36件 补助超过2亿元 不但内容创新 涵盖的产业面向更广泛 未来的发展令人期待 高雄市政府经发局与厂商的签约仪式 在高雄软体科技园区举办 今年一共有36件提案通过 补助超过2亿元 体感科技产业在高雄的发展备受期待 我们这个计划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我们希望外部的厂商来做创新研发 未来能够来高雄设立新公司 那高雄又是一个海港城市 我们希望能够把高雄这些创新 能够推广到亚洲全球 经发局指出 为了推动体感科技发展 市府除了建制研发基地 与产品展示空间之外 更开办补助计划 鼓励厂商将创新案例 应用在高雄场域 今年包括有高雄捷运 游艇产业和观光工厂 及智慧眼镜等各大产业的跨域应用 更有来自美国矽谷的厂商 回流落地高雄 展现对高雄的信心 我们主要的业务跟技术 是在发展AR跟VR的技术 所以今天很高兴 在高雄市政府的鼓励之下 我们回到高雄 希望能把高雄的AR VR技术 带到全世界去 这是我们的希望 也是我们的奇景 我们要翻转高雄 根据市府的统计 今年补助计划收件数 比去年成长超过四成 其中有超过五成是来自外县市 为了让更多民众 亲近体感科技的奥妙 经发局将在岗山 岐山及凤山地区 巡回推出体感科技饗宴活动 包括智能运动 互动英语村 及电竞游戏等内容丰富 请您千万不要错过 记者李正道黄兰军 高雄报道